话说这八旗制度是诺尔哈赤首创的 在创立之初 旗主分别是由诺尔哈赤的子职来担任 旗主和旗下的关系过于密切 皇帝如果要发号施令 必须得通过旗主 这就留下了一个隐患 如果说皇帝跟旗主的关系不好 那有可能会出现伟大不掉的情况 对于那些微信很足 做了很长时间皇位的皇帝来说 还行 但如果是新皇帝即位的话 那微信不足 如果旗主当中有人抱成一团 拥护其他人 那这皇帝可就危险了 由于这旗主的位子是世袭的 旗主和旗下的关系那就更密切了 这对皇前来说绝对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雍正是一个非常专制的皇帝 对他来说任何威胁到皇权的东西 都是不应该存在的 只要他发现了 一定会全力散除 从清太宗皇太极开始 清朝的皇帝们就在谋求削弱旗主的权力 毫无疑问 这是对创始者诺尔哈赤思想和制度的一种背叛 但也是形势所迫 不得不为的一种手段 皇太极和顺治将整皇旗 湘皇旗 整白旗 升为上三旗 由皇帝直接领导 剩下的五旗成为下五旗 依旧是由各旗主来掌管 那么在康熙时期 进一步的剥夺了旗主的权力 他让自己的儿子应诱管理蛮猛汉 整蓝旗三旗事务 等于说取代了原来的旗主 而事实上雍正继位之后 八旗旗主的势力已经非常的衰微了 但是对雍正来说 你只要八旗旗主还有影响力 那我就不能不动手改革 雍正什么人呢 必须得把这些东西都抓自己手里去 刚开始的时候啊 雍正继承了康熙的思想 任用自己相信的皇子和王公 管理八旗事务 你比如说他让康亲王崇安 管理整蓝旗三旗事务 十七帝云里管理湘红旗 尽管这些人呢都是他的亲典的 但是呢他仍然发现 这玩意还是不完美 啊 无论是崇安还是云里 身份都相当的高 管理各旗之后啊 这地位一攀升 有时候自己的命令 也未必能够很好的下达 雍正就感觉到啊 这代理人和自己的矛盾 大权又被分割的危险 而且呢 他任命的这些人呢 往往和各旗都统 发生摩擦 由于权限不明 这些事呢就很难免发生 到了雍正六年呢 也就是公元的1728年 雍正取消了重安 西保 德昭等人管理旗物的权利 七年 雍正任命庄亲王允禄 管理湘白旗 满洲都统 九年呢 改允禄管理整红旗 满洲都统事务 十年任命平俊王福鹏 管理湘南旗 满洲都统事务 这是一项改革 管理都统事务 跟管理旗物 是有所不同的 管理都统事务呢 相当于一个兼职都统 管旗物的相当于是旗主 都统呢 必须听命于旗主 都统是一种官职 不能世袭 也不是终身制 由皇上任命 属于那是流动的官职 那么雍正的这个政策呀 实际上就是取消了 八旗的旗主 你换句话来说呢 就是以后啊 不需要旗主了 每个旗设置一个最高长官 这个长官跟其他官员一样 随时可能被调走 那就这么着呢 雍正不动声色的 剥夺了八旗旗主的权利 这权利回到谁手中了 那当然是回到皇帝手中了 皇上大权独揽了 哎 剥夺了王公们的统治权 咱们且不说 雍正呢 还进一步给他们限定 禁止他们在八旗当中 挑选人员到自己的府中 做差异 最多也只能挑选一些人 当护卫 如果想弄一些人做包裔 包裔什么就是奴才呀 自己家里的奴仆 必须得上奏申请 下属如果犯罪呢 王公要及时上奏 交给刑部来处理 也就是说呀 王公们不断失去 八旗的统治权 连袒护下人 和处罚下人的私权都没有了 类似的规定还有很多 最终的目的就是告诉王公们 国法面前没有家法 那这个国家 还是我雍正皇的 一人说了算 此外呢 雍正啊 还严禁王公们勒索属下 雍正元年的时候 一些王公的门人到外省做官 王公们呢 就伸手向他们勒索 雍正很清楚 这么一来呀 那就势必导致这些人 在地方上要贪污受贿 他们没有钱给这个 自己的主子们呢 那怎么办呢 那就得跟老百姓邀名 第二年呢 有人揭发公爵兴尼 向门人王承勋勒索了几千两银子 赫雍正发现这个案子之后 特别重视 对王公大臣说了 说这个兴尼啊 不过是一个公爵 王承勋也不过就是 周县级别的小官啊 就勒索了几千两银子 如果勒索者是王公 门人是地方大员 那这银子还不知道 多少能打得住呢 以后这种事情啊 必须禁止 要让我发现了啊 将裁调下午期王府 左领下人永不需要 雍正啊 是一个真正有治国头脑的人 他对王公下手 一方面呢 是为了前纲独断 大权独揽 另一方面呢 也当然了 从一个角度上 是维护国家的稳定 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收回王公的权利 是反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 如果腐败 只是从官僚阶层入手的话 那显然呢 只是触及到了腐败的表面 八旗啊 在清朝是属于上层阶级 在人们常识里 应该是不存在生计问题的 好歹有这朝廷给管着 是不是 站着房躺着地儿 家里边有钱有势 还能说这日子过不上溜了 不可能 当然了 这种事情啊 在清军入官之初啊 确实是这样的 八旗人口也少 大家伙呢 也都是当官的 有钱有权 有奉银有耕地 那生活根本就不是问题 那怕什么的 但是雍正继位之后啊 这入官已经多长时间了 八十来年了 八十来年 你就算是二十年一代人吧 这也已经都四代人出去了 八旗人口 指数级增长 官职和兵额 那都是有限的 对不对 再加上什么汉族 蒙古官员的加入 留给八旗子弟的官位 那就更少了 而且清政府 有个非常荒唐的规定 就是八旗子弟啊 除了当官和当兵 不兴干别的 表面上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他们保持自己的 这个尊贵的贵族身份 可无形之中啊 却让这八旗子弟 生存能力退化了 这八旗子弟 由于长期和生产劳动绝缘 再加上生活上呢 又特喜欢攀比 是吧 动不动弄一排成 导致他们的入不敷出 生活很艰难 这些问题 当然也逃不过雍正的法言 他屡次批评 八旗子弟丢掉上午的传统 追求想了主意的生活 而且雍正也知道 八旗子弟最喜欢光戏园子 经常的喝酒赌博 成天的斗鸡斗蟋蟀 其中很多人呢 都靠变卖族产过日子了 哎 祖产可以卖 面子不能丢 一定得把这牌上摆族了 清朝嘛 毕竟是靠八旗起的家 这要是八旗孤登一下掉下去了 雍正担心国本受损呢 为了防止其人堕落 雍正严禁八旗子弟 斗鸡酗酒 号召其人呢 冲上捷键 这些口号啊 当然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 雍正五年呢 公元的1727年 顺城郡王西宝报告 说贾富城偷了军粮 还向人放高利贷 雍正让他追查 把追查来的良想呢 奖励给破获这个案子的官兵 到雍正六年的时候呢 雍正在京城附近呢 设立了24个八旗米局 专门调查路米的买卖 雍正想通过这种方式啊 限制八旗子弟的米费 真可谓是良苦用心呢 简直就跟八旗子弟的亲爹似的 可惜呢 子女不争气 当爹的在言 不管用 为了保证八旗子弟的温饱啊 雍正元年 他从内堂当中啊 拨出了八十万两银子 分给八旗 这种资助对于奢侈的八旗子弟来说 哪真格的了 不够消化的 八十万两银子 管干什么呢 两个牌场没了 对吧 那八旗的兵格呀 也是固定的 一旗多少人 一旗多少人 都固定下来的 但是你夹不住人口一直在增长啊 于是多余的人丁就越来越多 这些八旗子弟又不会干其他的营生 只会当兵 所以生活呢 也就越来越差 雍正啊 就想通过扩大兵源 来解决这些个人的生活问题 可乐西呢 你扩大兵源 你就得给了兵享啊 给梁享 给梁享 你这朝那里得出钱呢 朝廷没那么些钱呢 增加能增加多 只能增加一点 这对八旗子弟来说 也只能解决很少一部分人的生机问题 当然了 八旗有田地 八旗装田是属于公田 其人呢 有使用权 但是没有所有权 而论理啊 是不能买卖的 当使用的时间一长呢 这玩意就成习惯 成自然了 他们就没有所有权 也有了所有权了 就成了实际的拥有者了 所以很多人就把这田产 直接给点卖了 雍正追查这件事的时候 考量到买卖 其地延期已久 也不方便依法惩治 但是又不能不管 最后呢 雍正决定 动用完那堂的钱 将卖出的地呢 按原价再赎回来 雍正限定原业主 在一年内赎回 过期不熟的 可以让八七内的其他人赎回 雍正这么做的目的 也是为了保住其人的产业 不让这些田地流失掉 雍正的这些措施呢 当然了 还是没法挽回八七子弟 堕落的态势 雍正还通过屯耕的方式 鼓励八七子弟自食其力 雍正在热河开辟了三处屯田 挑选了800个没有产业的 八七子弟去开墾去 后来雍正又在洗风口 设置屯田 让八七子弟去经营去 雍正还实行景田制 在京南啊 这个坝州啊 永青啊 顾湾啊 新城啊等地 画出大量的土地作为景田 让没有产业的八七子弟去耕种去 每户人家给100亩丝田 12亩半公田 丝田在外公田在内 另外给12亩半的地方呢 让这些人盖房子 甚至给每户人家发放50两白银 购买耕牛农具种子 私田收入归耕种者 公田收入归工 哎 这么好的政策 居然就没几个八七子弟愿意去 为什么 享受官了呀 谁愿意去啊 雍正是大失所望啊 痛骂这些八七子弟啊 最后强迫他们去耕种 但是抢牛的官他始终不田呢 这些八七子弟过去之后啊 不安分守己 好好生产 反而偷偷地把这个牛啊 农具啊都卖了 把景田也出租了 景田治实行十年之后 雍正不得不承认 这是一个失败的政策呀 可以说雍正为解决八七生计问题 担惊截律 可惜无法挽回其人的颓势 只是减缓了其人退化的速度而已呀 满汉矛盾啊 在整个清朝一直是存在着的 在清初和清末呢 是最为突出的 雍正曾经感叹呢 说其他朝代结束了呀 改朝换代时候呢 前朝宗室啊 都会对新朝表示臣服 可唯独这清朝取代明朝 许多不法分子 打着明朝宗室的名义造反 雍正元年九月 雍正说他发现了一道 康熙不曾发出的余旨 余旨称赞朱元帐统一华夏 温涛武略 连唐宗宋祖都比不了啊 所以派人的寻访朱元帐的后裔 供养他的后代 第二年呢 雍正找到了正定知府朱志连 说他呢是明朝的后裔 让他负责明朝陵墓的祭祀 朱志连呢 是朱文元的后代 朱文元呢 是明朝宗室简王的后代 在嵩山战役当中被俘 入了八旗 雍正拿朱志连做文章 就是为了表达满汉一家的思想啊 朱志连是不是这个皇亲国戚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让大家维护清朝的统治嘛 在雍正朝呢 仍然有汉人呢 借朱明的这个名义造反 甘凤池两次被抓住 释放之后呢 坚持不懈的从事反清活动 世人疯传呢 说甘凤池那个气功了得武艺高强啊 越传越神 哎呀能在天上飞可了不得了 很快呢 这甘凤池就成了反清的领袖了 甘凤池身边有一叫周坤来的人 本来呢是姓朱 据说是明朝宗室的后人 曾经在苏州见过朱慈焕 互相认了清 李渭呢 及时的发现了甘凤池的活动 安排间谍打入对方内部 甘凤池等人呢 相继被逮捕 雍正一手打击反清运动 而另外一手呢 则是抬高明朝后裔的地位 意思呢 就是向世人表明 我们大清和明朝后代啊 并不是水火不容大 哎造反 那你就是纯粹无理取闹啊 直立一代啊 满汉的矛盾是尤为突出的 因为这里是齐人的聚集地 齐人们仗势齐人 所以跟汉人的经常发生冲突 在雍正元年呢 也就是公元的1723年 直立巡抚李卫军呢 密奏房山县的庄头李信 和宛平县的庄头索宝 狼狈为奸 霸占地盘 抢夺居民的牲口 还发放高利贷 勒逼百姓 抢占民女 欧民致死 雍正就让李卫军严查 给百姓呢出气 雍正清楚 像这样的事情啊 往往跟上面的王府 都是有关联的 没有背景 人可不敢干这个 所以就告诉李卫军 不要有任何的忌讳 给我扎 可尽管如此啊 李卫军能一点忌讳都没有吗 李卫军是汉人啊 如果汉人惩治了齐人 他担心遭到王公贵族们的报复啊 雍正当着李卫军的面 再次表示啊 放手去查办 秉公执法 在雍正的大力支持之下 这李卫军才放开手脚 处理了作案分子 对于违法作恶的人呢 雍正是向来不姑息的 哪怕是皇亲国戚 贵族八旗子弟都在里 康熙末年的时候啊 齐人许二 打死了汉人刘国瑜 雍正的刚继位 本来新皇的登基一般都会赦免犯人 对不对 刚登基的你就不想杀人 但是雍正啊 却没有赦免许二 他认为许二啊 是仗着自己的这个 是齐人的身份行凶作恶 情节非常的恶劣 如果不处决他的话 只会纵容更多的齐人犯罪 清军入关之后呢 齐人和汉人在法律上 从来就没有平等过 汉人如果犯了流放罪 必须老老实实的从军 而齐人呢 却可以改为家号账责 实际上呢 就是减轻了惩罚 雍正觉得这种政策 跟自己的法治思想不太一致 于是呢 就召集大臣商议 让齐人和汉人呢 同等处置 废除遮刑法 一些大学士就提出反对意见了 说这个 这一项法律虽然不太好 容易让齐人犯罪 但是满人和蒙古人缺乏谋生 知道啊 如果把他们发配了 他们恐怕很难生存下去啊 雍正一听 好吧 那还是按照既有方人办事吧 在官僚集团当中啊 也存在着民族歧视 满洲官员瞧不起汉族官员 这是清朝历来的制度决定的 满官比汉官享有更多的特权 雍正呢 对此却说了 说在镇的眼里 满汉官员皆为一体啊 镇对臣下皆为公平 从来不看其他的东西 就看这个人能力怎么样 清朝的大学士 六部赏书 侍郎等高官 满汉都可以担任 但是主事的一定得是满人 你比如说 军纪大臣可以是汉人 但首席军纪大臣 一定得是满人 当然了也有些例外 你像张廷玉这样 深受雍正器重的汉人 就可以担任主事 比满人上述的职位还高 雍正六年上朝的时候呢 张廷玉不敢走在满人 富尔丹的前边 虽然论官职 张廷玉要高一级 张廷玉向雍正请求啊 让富尔丹走在自己前面 但雍正坚决不同意 一定让张廷玉走在前面 对于满汉官员的矛盾啊 雍正并没有过分偏袒满人 你比如说呢 杨文贤担任广东巡抚的时候啊 广州将军施里哈 和官员阿克敦 长奔 关达等人呢 想谋害他 被雍正窥破了 痛骂了他们一顿 雍正曾自豪地说 说镇治下的官员 什么样的人都有 有满人迈住 也有汉人 李卫 田文静 杨文贤 他们虽然出身不同 但都能节中尽力 至于那些 挟死请压的小人 不管是满人 汉人 还是猛人 在镇这里 都得不到中庸 雍正的前代词是什么 就是镇 是一个非常英明的皇帝 但是清朝满人官员 占据优势啊 是个不争的事实 即使满官是汉官的下属 往往也瞧不起自己的上司 雍正知道 这是满人的积息 对此呢 非常的警惕 雍正说啊 说天之生人满汉一礼 其才智不起 有善有不善者 耐人之常情 用人为当辩其可否 不当论其为满咒 为汉人也 这并非是雍正的真实想法啊 这雍正也就是说的漂亮话 咱们来看看雍正 是怎么对待宗室大臣的吗 他跟宗室大臣们说呀 说我希望你们中安啊 能够多一些有出息的人 如果宗室里 有一个有出息的人 就等于是满洲里 有一个有出息的人 如果满洲里 有一个有出息的人 汉人里也有一个 有出息的人 那我一定先用满洲里 有出息的人呢 你看这还不是偏谈吗 这是什么呀 对不对 这个咱们现在话来说 这玩意就业歧视啊 是不是 雍正用人的原则 就是先把机会留给宗室 宗室完了之后呢 再是满人 再次呢 留给汉军中人才 再留给汉民 汉民是最后的 前提是得有才能 如果宗室里 没有合适的人才 只好在满人里挑 满人里没有 就在汉军里挑 汉军里还没有 那就只能在汉民里挑了 在调节满汉矛盾方面呢 雍正确实是有一些措施的 但是他的根本思想 还是满汉有别的 维护满人的统治地位的 那比如说 雍正极力维持满族的语言文字 担心有一天汉化之后 满洲文化会消亡 他这种担心 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确实是一种历史的直觉啊 而且雍正禁止满汉通婚 想维护满洲的独立地位 和统治地位 你这就等于是 唐帝当居了 逆势而为了 雍正本人 你不就有汉人的血统吗 雍正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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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本人